也就是往湖南的方向 这个地方是南陵山脉 是像大山谷 里边人烟汉质 高山密林 中央纵队带这些大行李 很难通过这些山道 所以行进非常困难 有的那个装S光的箱子 是几百公斤重 要翻过一个山头 那需要很长时间的 而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山谷的这个制高点上 全是粤军 很多粤军在那个阻击阵地上 就能看见红军过去的队伍 这些队伍往往是在 他们的武器的射程之内的 但是粤军这时候没有开枪 小的摩擦有 但是没有大的战斗 因为这些士兵没有 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 我们可以设想 如果这时候 粤军如果拼死和红军作战的话 这个局面不堪设想 后果也很难预料的 中央红军突围了 蒋介石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赶紧把参谋人言弄到一块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中央红军能在他的眼皮底下突围 他一直认为 消灭中央红军的日子 指日可待了 可到了此刻 他才知道中央红军成功突围了 他立刻分析 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呢 本来说你在中央宿区的时候 你往北走吧 不可能 蒋介石在坐镇南昌 在那儿等着你 那大军压境的 东边那边也不去 还有湘军的 往东走吧 东走是福建 在湾桥头大海的 那个地方在军事上 是不能往那儿走的 好 预料到你是万南 那么万南 蒋介石是愿意 正如陈继堂所想的是 你往南的话 你进入了广东 那就先让陈继堂跟他们打吧 打差不多了 中央红军再进去 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复杂 刚擦了一点广东的边 中央红军突然折向西 向湖南而来 蒋介石赶紧着 布置第二道负操线 就是要把红军 尖卖在江西和广东 以湖南这三省的交界处 所以说第二道封策线的突破 是从一个小小的战役开始的 是从占领广东省 仁化县里边 一个叫城口的小镇开始的 记住 它是属于广东省管辖的一个小镇 叫城口 这时候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 湘军也在往这边运动 如果一旦这个城口被敌人占领的话 那就没路可走了 所以接受这个占领城口 袭击任务 是红衣军团 26团的一营 这个营长23岁 叫曾宝堂 这个红军年轻的营长 也是战争的幸存者 我们至今还可以看着他 年纪很大的时候的回忆路 他接受的是非常坚决的任务 不在于那个城口 到底有多少敌人守着 关键是这离城口有220里地 必须让他一个昼夜赶到 奔西是我们红军的那二手好戏 在长征途中 常常有不可思议的奔西 我们想象一个马拉松 比赛才40多公里 那么全副武装的士兵 要不停地奔跑 一颗都不能停下来 你才能到达那个地方 所以说在交代任务的时候 当时的红衣军团的参谋长 是左拳 跟他说 说的 你必须按时达到那个地方 不然让乡军占领可就麻烦了 然后红衣军团政委 你眼如针 更说的更明确 说宝堂啊 那是红军唯一能够突出去的口子 要不惜一切担价占领他 红军的几万官兵的生命 就托付给你一营了 所以天还没黑下来 曾宝堂带他的一个营的士兵 就开始长跑 遇上一些散兵游泳 遇上一些国民党的民团 连打都不敢打 也不能打 不能担用时间 就是奔跑状态 等跑到天昏地暗 饿得已经摇摇晃晃的时候 第二天的黄昏 他终于看见那个叫城口的小镇 果然险要 卡在爱口罩中的一个小镇 前面还有河 河上有一个桥 曾宝堂立即布置两个连队 攻击桥上的碉堡 然后派了十几个汇水的战士 下河游泳 秋度过去 然后他带领几个士兵 去强行闯桥 时间就是胜利 大摇打摆就过去了 有一点要解释 当时红军 不像我们电影里所看到的 戴个八角帽 整整齐齐的军装 那时候红军没有这些 尤其是在长征途中 可以说是能穿什么就穿什么 常常穿是国民党的衣服 因为搅和了国民党的军装 一看挺好 穿上 所以说士兵说 哪儿了 哪儿固队的 他说 这个我中央军的 你们长官们 叫你们长官出来说话 然后那哨兵就 后边还在打牌呢 说他 有人找 可能是陈长官的部队 陈他指的是陈纪堂 说等等我去看看 这话音没落 手勒弹就过去了 这个手勒弹一爆炸 城口里边没有正规部队 只有一个民团 这个民团团长早点看着呢 手勒弹一爆炸 他就赶紧决定逃跑 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结果从后门出去了 那个两队 连队已经包炒上去 迅速占领了城口 占领城口之后 还没喘息的 曾宝堂营长 得到了情报 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情报显示 乡军的一支部队 已经距离这个地方 仅有十几里地了 他是又惊又喜 喜的是什么呢 是我奔跑没有白费劲 我比你先到了 十几里地 对于行军速度来讲 一个多小时的事 我先于已到了 他担心的是什么 那边是一个诗 一个整诗 而他就有一个营 但是可喜的是 很快得到了情报 说那个诗 不知道什么原因 自动后退了四十里地 那么后来 我们查一下这个历史 也可以解释 依旧又回到军阀之间的这个地盘的概念上来了 城口是什么 城口是在湖南和广东交界处的广东这个边界的一边 那是你广东的地盘 那是你广东的地盘 湘军可不愿意去 那不是我的地方 我打 而且呢 那个市长听见从这个城口逃出现在民团跟他说 说你可不得了了 红军主力来了 那红军主力来 我更 更 不跟他打了 既然是你广东的地盘 那你陈济藏都不得跟他打了 所以说他不但呢 园地不动了 他还后退了四十里 等着你越军跟他打 但是这时候 越军他的中心的意思是 我也不跟你真打 你赶紧走 而湖南军的湖南军的湖军的意思就是说 在你 还在你广东地盘转悠呢 那就是你们打 我得看着 那么第二道封锁线 就在 国民党军这种 这种非常混乱和薄弱的这种防守当中 就这样被突破了 这道被国民党称之为中联闭合的第二 第六道封锁线 已经不过了 这道封锁线